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没有办法到现场跟各位讲解 音乐科技微学层 但是我特别录了这个影片 来欢迎大家对于 第一个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 然后又想透过科技的方法去学习 譬如说一些科技软体 程式设计或一些科技应用 来跟音乐做结合 那这个学程就是特别为了你 那这个学程是由科技学院提供的学程 由资工系的老师 大部分是我来带领大家 那不多说了 我就来跟各位介绍 那这一张画面希望大家看得清楚 我就很简短的介绍 那这个学程其实已经蛮久了 有一段时间 那我们这个学程有做了一些微调 主要是希望透过程式设计 程式设计 我们知道现在程式设计非常非常重要 对不对 来学习很多事情 那特别是音乐的计算啊 或者是一些科技的结合 那希望如果你不是资工系也不要害怕 那这里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做这方面的结合 那培养的核心能力啊 主要就是当然 你可能在音乐方面 你会提高你的知识 那再来就是你的程式设计的能力哦 这里面我们会提到好几种程式语言 像啊 SonicPi 这个专门在处理音乐的 那也会提到JavaScript 我这里漏打了啊 JavaScript 还有一些 如果你更想精进一些 资讯专业啊 C语言啊 Python 这个我们都会提到哦 那课程有九个学分啊 那大约是三门课啊 如果你有兴趣就可以来登记 我等一下会展现一些 课程的数位内容跟过去上课的影片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打破啊 就是不再分主修啊 不再分必修跟选修了 因为这些科目都是可以纳入的啊 如果你在这里面选超过九学分啊 我们就承认啊 那其中有一门是摩克斯啊 他是一个影片课程啊 叫数位音乐程式设计创作啊 是由我来上啊 那实体课程有音乐程式设计啊 还有城市设计跟美学创作啊 那先讲音乐程式设计 这个是讲 会提到一些好像啊 达谱软体啦 Muse score啊 还有一些基本的创作概念 但是最重要是要透过程式来来进行 那另外一门课啊 程式设计于美学创作啊 这一门课除了刚刚讲的这个音乐知识外 他可以开始要会走到视觉艺术啊 那我们学习的是 JavaScript的P5啊 那我在多年前曾经开一门课叫 数位音乐学习跟创作啊 这里其实比较强调是音乐理论跟作曲啊 那如果你很想知道一些啊 这方面的呃技巧啊 那最后有两门课我们也让纳入哦 如果你未来想跨越这个资讯专业啊 像譬如说想报考资讯相关的研究所啊 像资工所啊就是很好的选择啊 那我们呃在这堂课会讲 Python还有计算机的概论啊 还有啊 资工另外一门课啊 C语言 资料结构演算法 这个就是未来吃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程 那当然如果 呃你只对音乐有兴趣 你可以从中间里面选 所以课堂非常的弹性哦 啊 OK 那我现在想要带各位去 这个站叫Music Cross XX Coding Welcome in The door is open 反正这个是一个欢迎的网页 This course is for you Interesting learning coding music OK 好我这里放一个demo的影片 大家好 放一下 我要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 呃 恭喜 这个不是中国的新年 但是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 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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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video啊 事实上你会看到 呃 我在这里拿着一个 这个大提琴 然后再跟人家讲话 可是怎么电 呃琴就弹了起来了呢 事实上他后面有一个程式啊 就是我们音乐程式设计课 还有这个摩克斯课程里面要教的 事实上这是电脑在控制 那大家应该都听得出来吧 这是一首卡农吧 卡农的一个曲子啊 已经被 呃 我把这个 他的拍点啊 他的这些音色啊 都都 都把它弄在这个程式设计里面了 所以 呃 看一下啊 我在跟他合奏 所以 呃 我们会从程式里面去控制 就是这个音乐啊 所以这这方面是 是一个 呃 那个 啊 我们学习的主轴啦 那当然 课程内容非常多啦 从音乐的声音啊 呃 呃 乐理知识啦 然后我们去学大师的一些做起方法 还有一些程式设计的一些技巧 那我想 呃 呃 我这里放几个专题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呃 我早期的一些录影在课堂上的教案啊 这里面有 大家可以看到我拿了一个MIDI的控制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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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MIDI的键盘 好 我们叫MIDI的键盘 控制器 嗯 嗯 嗯 那这个东西 呃 会在程式里面 会在课程里面教哦 MIDI是 数位音乐的一个标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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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在干嘛呢 啊 我在跟我的程式合奏 但是透过打这个MIDI控制器 我会把一个和弦给刷出来 好 那你可能不知道我这里在干嘛 什么F和弦啊 什么G和弦啊 呃 这个就是课程里面要教的 教的东西 好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比较进阶 这个我在我的研究室录影的 Hello everybody I'm very excited to share with you my new progress of my problem The Girl of Ipamema 啊 Part 2 Version 2 Last time I used the MIDI keyboard to play the chord 啊 with the melody this time I would like to use my cell phone which has pre-install 啊 OSC application 这什么意思啊 我说 so that they can detect my shaking ok 把声音关小声一点 我说啊 就是 上一次我用MIDI键盘 这次我要用 用那个手机啊 去跟音乐互动 now I do the sum setting and activate it so you can see now I have a lot of a lot of signal sending from here ok 啊 因为手机上面有 有这个陀螺椅哦 还有加速感测器 所以我会在课堂里面教你们这些东西 所以其实你修完课其实 可能就已经蛮厉害的咯 会基本的程式设计 还有一些互动音 互动装置 好 大概大概是这样 我想我时间差不多 就是欢迎各位 有兴趣就来修 不用太担心 听不懂老师的英文 有一部分是用英文上课啦 然后 也 程式没有很厉害 没关系啊 反正你就是来学的吗 主要就是你 也对这个有兴趣啊 就欢迎来啊 不要人来科院登记哦 好拜拜